接下来是有关于教育的问题 那是本学题的就是将自主学习的空间 还给老师跟学生 是这样子 在之前台北市在中山旅高的一位美术老师 他同时也是教育部的美术学科中心的总指教师 叫做傅宾辉老师 他日前在《亲子天下》的一篇杂志里面提到 他说别再办这种幼儿绘画比赛 保护孩子的想象力跟爱涂鸦的心 提到里面这个文章提到就是说 在校园里面我们长期存在于各种类型的 政令宣导 语文比赛 包括像节能减碳 反酒教 反毒 反霸凌等等的这个会话 还有作文比赛 学校也不得不办 那学生就不得不参加 几乎是我们幼儿园到国中小 我们共同的一种回忆 但是它的背后究竟可以达到多少的宣导跟创作的目的 却不得而知 那这篇文章一出的时候 立即就获得老师还有家长 非常广大的这个回响 尤其在我们的台东县政府教育处 它马上就响应 它就行我们台东县的各级的学校 然后立即停办以政令宣导有关的这种 绘画以及作文比赛 而且呢 不同意学校配合其他单位的这种 绘画作文 译文等比赛的活动 那这个问题呢 本席就想就教于我们的教育处的处长 您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是如何 那是否也可以将本县的学生 他的创作更单纯的译文以及教育环境 是不是就教于我们的处长 好 请教育处回答 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张医长 谢谢曾唐议员 对我们学校在译文方面的一个发展 还有有关政令宣导相关的比赛的一个关心 我想我们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的立场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希望学生在这些方面 他们是一个展能的一个舞台 那目前为止在新竹县呢 有关政令宣导的相关竞赛 目前为止是交通安全 跟我们反读剧读的四个漫画的部分 但是我们不是强制性的比赛 而是鼓励性质的比赛 那其实在交通安全的部分 其实学校的反应上来讲 其实参与的学生学习的成效上不错 那我们也会把优选的学生的作品 做成L夹的部分 持续来推动交通安全的一个宣导 那这是这部分我们在进行的 不过谢谢议员的提醒 我想我们会再针对这个部分去了解 学校现在在执行上面 是不是有遇到的一些 可能行政上面的一些加重的部分 或者是 是不是真的有达到这个宣导的目标性 我们会再进行相关的一个研议跟讨论 好 谢谢处长 谢谢处长 那请处长再继续持续关心这个议题 我们看看这个学校 以及学生家长等等这种回应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